嗨 各位大家好 疫情帶來很多影響 包括你沒有想像的事 這件事呢就是 如果你跟我一樣呢 也擁有了一些中國大陸的銀行戶頭 那你就面臨到了一件 台胞症過期的問題啦 回來主題 我要告訴大家是怎麼樣呢 可以免費自己在台灣 就可以更新的一個經驗 這是呢 昨天也就是呢 9月10號 2021年9月10號才 真實發生的事情 那 第一個呢 無庸置疑的 你要先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要把台胞症先做更新 那台胞症的有效期更新呢 我會建議在一個月到期前再去更新就好了 因為呢 你更新以後呢 他的日期就會變成 從你去申辦的那一天開始起算 例如說我的到期日是 9月9月30好了 那你今天去申請的時候 如果你提早去了 你是7月1號就去了 這時候你的生肖日就變成7月1號開始喔 7月1號開始以後的幾年 以後的5年 所以是不是就虧了幾個月對不對 所以到期前一個月 那接著呢 第二個就是 要找這些代辦公司啊 其實我最大的疑慮啊 不是這個錢 而是個資的問題 因為你需要把你的台胞證呢 寄到中國大陸給他 請他去幫你做 去銀行 跑銀行幫你做申辦 但是啊 台胞證是我們進入中國大陸 最重要的一個政見 這個政見如果呢 被發生了去盜用申辦什麼事情 我們都不知道 說不定就會造成 你今天呢 下次去中國大陸的時候 一進海關 馬上 發生什麼 馬上就被 請到小房間去了 怎麼辦 是不是很危險 我個人是覺得很危險啊 為了這樣的一個風險 其實我 我就在找很多 方法 盡量 找到信任的人去 或者呢 在台灣就可以把它解決了 好吧 那就在 就在我已經確定說 要找那個代辦辦的時候呢 忽然之間呢 有一個人呢 就從微信加了一個 加我 加我一個朋友 加我一個朋友以後呢 因為我微信是開放的 加我朋友還發了一個訊息 跟我說呢 工商銀行 可以線上直接更新 自己就可以更新了 那我也半信半疑啊 後來我就聯絡他 那他呢 他還 語音跟我 對話 那對話完以後呢 我就真的呢 來實作了一下 那這個實作的過程呢 來 他還發了一個 圖片的說明檔喔 再來呢 就點這個設置 我是照這個做的 點了設置以後呢 再往下 你會看到這上面 我們一般呢 其實我一開始就試過一個東西 叫做證件有效體維護 但是這個呢 僅限你擁有 中國大陸身份證的人 才有辦法做 那 在台灣的 大部分應該都沒有吧 跟我一樣都沒有吧 那沒有的話呢 怎麼辦呢 我們是不是就放棄了 是就放棄了 沒想到 功能就隱藏在 這個客戶信息 我個人真正的一個 實際的一個情況 來 一樣是點進去的這個 功能以後啊 你看 你就點選什麼 手動輸入 點選手動輸入呢 這時候會跳出一個畫面喔 跳這個畫面 讓你選 選這個日期 有沒有 這個日期 從這邊有沒有 比較不好選一點啦 對啊 就是選到你要的日期 那選好以後呢 再按下一步 接著 各位知道 你的個人訊息裡面的 證件有效 其實就變正常了 好那 接著呢 我還有 中國銀行 那在這裡呢 我就會強烈建議一件事情啦 除了這個可以線上申辦以外呢 如果其他的啊 我們可能需要 委託代辦啊 先不要 先不要急著就去委託 為什麼呢 請各位先做一件事情 去Google一下 這些銀行 這些 中國大陸的銀行呢 在上班時間呢 撥電話去分行問 最實在 特別是 撥電話去 你的 開戶行 去問什麼呢 說你的台報證已經到期了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我們沒辦法 進大陸 有困難度 那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更新 那這時候我就上網找了 中國以及建設 我另外兩家銀行嘛 那在這中間呢 他 現在中國啊 很流行用 叫做智能的 APP智能回覆有沒有 這上面有一個智能機器人 他自動回覆你 回答你問題嘛 請不要用這個 你會說這個免費的啊 但是告訴各位 這個的 答案都無三小路用 真的 對我們都沒有幫助的 因為呢 他大部分針對的都是 中國大陸當地的民眾的問題 比較有細節的答案 根據台報證呢 台報證也比較 稍微比較特別一點嘛 所以呢 他的答案不會完完全全正確 那 以 中國銀行來講 我就親自打電話去了 我的 開辦的一個分行 那 他了解了以後就跟我說不行 那接著呢 建設銀行 一樣 我也打電話去了 打電話去以後 打電話進去的客服呢 中國大陸裡面的人呢 對我們台灣的人民呢 都 態度都非常友善 但 最後呢 各位也可能會 問到一個問題啊 撥打中國大陸的電話 會不會很貴啊 有人會說 直接用我們的室內電話撥 這個國際電話就有點貴了 那再來有可能 有些人會擁有什麼 中國大陸的門號碼 你用中國大陸門號撥呢 也可以那個漫游 據我所知那個漫游 像我用連通來講 他就是每分鐘0.96 人民幣 所以是不是折合 台幣大概一分鐘要十塊錢 很便宜嗎 還有更便宜的 建議各位用什麼 Sky Sky裡面呢 各位也加值一點點錢 接著呢 你就會驚訝的發現 撥打中國大陸 那個在地的室內電話 每分鐘只要0.02美金 你沒有聽錯 折合台幣就是每分鐘0.6塊錢 那代表什麼事情 隨便你想怎麼樣的問清楚 你所有情況都沒關係 因為呢 這個電話費便宜到比我們的 搞不好比我們的私貨還便宜 好吧 最後跟大家講 我不是代辦 我只是單純想要分享一下 這個相關的一個經驗跟知識 省下這樣的一個 一個費用 減少自己的一個困 你們大家的同樣的困擾 那當然如果大家呢 有什麼其他的經驗呢 歡迎在底下的留言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謝謝大家